这个看似平静的村子里 12个人却有800个新颜子 这个辣妹将自家的垃圾扫到屋外 假装在打扫卫生 鬼鬼祟祟靠近广场上的苹果树 哐当一下 洗涕苹果十四 这个牧师表面上去教堂祷告 实际上却是去偷酒喝 喝完酒 还假惺惺地去看望囚犯 把头伸进地牢 给囚犯来上一口陈年老坛 随后自我安慰师地比划一个十字 牧师刚走 囚犯便拿出勺子继续挖洞准备粤 楼上的土豪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却丝毫不关心 转头拉出床下的箱子 数一数自己的全身家当 金灿灿的金子发出耀眼的光芒 照亮了整个屋子 正好被住在对面的恶霸看到 恶霸瞬间起了歹念 嘴角疯狂上扬 转身开始准备干饭 妻子大黄给他端来饭菜 可是这也太难吃了 恶霸没吃两口就吐了出来 妻子大黄见状 提起菜篮子出门摘菜 结果在菜园子遇到眼镜男 转身就和眼镜男进了小树林 这一幕正好被楼上的欧尼桑看到 发现二人的奸情之后 欧尼桑嘴角疯狂上扬 此时 恶霸趁妻子不在家 偷偷溜出屋子 架着梯子翻进了土豪家 将他的金币倒在地上 想要占为己有 土豪怎会将自己的养老钱拱手相让 宁死不从 结果被恶霸拖起就丢了出去 摔死在楼下 这一幕正好被干完活的眼镜男看到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爬上楼梯想要看看情况 结果爬到一半 被旁边的欧尼桑发现 欧尼桑大声呼喊 引来了全村人 将眼镜男团团围住 人证物证据在 眼镜男百口莫辩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而此时的恶霸 正在收拾金币 从另一边的窗户逃走了 眼镜男疯狂逃跑 却还是被村民们抓住 随后关进了地牢 村民们向他丢鸡蛋 泼脏水 就连地牢的囚犯都看不起他 只因他打乱了自己的越狱计划 土豪的葬礼上 在牧师的带领下 一群人假惺惺的在一旁祷告 更讽刺的是 杀死土豪的恶霸 亲手为土豪拍平了坟头 随后 村民们把眼镜男中的苹果树 统统砍掉 做成了绞刑架 准备处死眼镜男 恶霸的妻子大黄 趁大家不注意 把自己手里的铁锹递给了眼镜男 眼镜男开始疯狂地挖洞 与时间赛跑 而一旁的囚犯只是傻傻地看着 等眼镜男成功越狱 囚犯伸出脑袋 大声呼喊村民 眼镜男逃跑了 别问我他为什么不一起跑 我也不知道 村民们见状 赶紧操起家伙四处抓捕眼镜男 情急之下 眼镜男顺着一根藤烂爬爬上了屋顶 成功躲过一劫 而这时的恶霸 正在屋子里数着自己白天抢来的金子 想着怎样花天酒地 突然 屋顶传来一阵声响 恶霸探出头 发现是眼镜男 好家伙 自己的背锅侠还活着 害怕事情败露 于是他爬上屋顶 准备亲手解决眼镜男 他一把抓掉眼镜男的眼镜 眼镜男瞬间一片迷茫 五不以内六亲不认 正当恶霸准备动手时 妻子大黄及时出现阻止 结果被一把推翻在地 眼镜男健壮 瞬间爆起 表示自己最见不得打女人的男人 哐当一巴掌 直接将恶霸扇猛逼了 一个没站稳摔下楼去 一命呜呼 手里还拿着眼镜 随后 大黄和眼镜男 趁着夜色私奔 此时 首夜的大妈正在呼呼大睡 一群蚂蚁闻到了肉的味道 群体出动 瞬间将恶霸吃得 只剩一堆白骨 第二天 村民们发现了 地上的一堆白骨 还有旁边的眼镜 都以为这是眼镜男的尸骨 随后 村民们便拆掉了脚型架 村庄又回到了往日的瓶颈 神父继续偷酒喝 辣妹继续偷苹果 村民们会将头伸出窗户 四处打探八卦 这个小小的村庄 将人性各个方面 表现得淋漓尽致 未来的人们 都生活在这座高耸露云的一纸城里 最高已达到了1500层 但这似乎还不够 机器还在不停地运转着 夜以继日的施工 楼层还在不断加高 只有一位老奶奶 还在坚守着她的小院子 这小院子在这高楼耸立的一纸城里 显得格格不入 老奶奶孤身一人 与院子一角的佛像相伴 老奶奶每天的生活 就是戴上安全帽 拿起扫帚 清扫院子里的碎石瓦裂 这些都是上方施工掉落下来的工业垃圾 老奶奶一边清扫 天空中一边掉落 时不时砸在老奶奶的安全帽上 这院子似乎永远也打扫不干净 但老奶奶也乐此不疲 好不容易将院子打扫干净 趁着闲暇时光 祭拜一下墙边的佛像 修剪一下花花草草 随后躺在屋前的摇椅上 开始享受一天的时光 而院子门前已经开始热闹 早餐摊上摆着油条稀饭 周围围满了上早学的小朋友 人们无一例外 都戴着安全帽 对这时不时掉落下来的乱石 似乎都以习以为常 不知不觉 门外开始变得安静 忙碌了一早上的早餐摊师傅 开始收摊回家 而高耸入云的一指程 仍然在施工 烟尘滚滚 没有一颗要停的意思 片刻的功夫 老奶奶的院子里又吊满了石子 突然 一颗石子正好砸在了 佛像的铁皮顶棚上 砰砰作响 吵醒了睡午觉的老奶奶 老奶奶看到院子里 密里麻麻的碎石 有些无奈 但早就习以为常 又戴上安全帽 拿起扫帚 不紧不慢地开始心一轮地打扫 等再一次打扫干净 差不多已是傍晚 忙碌了一天的人们 拖着疲惫的身子 陆陆续续回家 直到夜幕降临 一指程上依旧灯火通明 顶上的施工仍在继续 正因如此 天空中掉落的碎石 也从未停歇过 每到睡前 老奶奶会出现在院子里 不知疲倦地再次打扫院子 这就是老奶奶每天的生活 简单 枯燥而又无可奈何 随着机器的轰鸣声越来越大 天空中掉落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就连门口早餐摊的顶棚都被砸 第二天 老奶奶照常起床 发现院子里再一次布满了碎石 她渐渐发现 自己打扫的速度 远远赶不上掉落的速度 自己在一天天变老 而一纸城的发展速度却在加快 自己怎么也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终将会被世界遗弃 于是她放弃了 放弃了打扫院子 也放弃了心中的倔强 周围的邻居开始陆陆续续搬走 她清楚地明白 自己也是时候离开了 临走前的一晚 她抚摸着院子里的佛像 这是她唯一舍不得的东西 她把自己带了不知多少年的安全帽 送给了佛像 算作是绝别钱的礼物 随后便转身离去 突然一阵狂风袭来 她决定将佛像一起带走 于是她在寒冷的雨夜里 独自一人一伞一铁锹 想要将佛像挖出来 然而 坑越挖越深 佛像却依旧身不见底 从傍晚到半夜 老奶奶没有停歇 直到精疲力尽 直不起腰 她回头看着佛像 终于扶老了 看来自己无论如何也带不走这佛像 她早已扎根于此 第二天 院子已经被推倒大半 施工人员正商量着怎样处理这佛像 最终决定就地掩埋 老奶奶坐在离别的卡车上 回头望去 满眼都是自己几十年的回忆 就在这时 施工的机器砸断了佛像的食指 紧接着 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头顶那万丈高的一纸城也轰然倒塌 这部不到十分钟的动画短片 无疑就是当代社会的一个缩影 年轻人随着时代洪流滚滚向前 可老人们却在洪流中被冲散一气 在酒杯的世界里 大酒杯是世界的主宰 小酒杯们都要乖乖听话 否则就会被捏到脑袋 大酒杯会将自己杯子里的红色液体 分享给小酒杯们 让他们快速成长 小酒杯们需要一次排队 接受大酒杯的恩赐 只见小酒杯被倒上红色液体后 身体开始迅速膨胀 扭捏两下变得和大酒杯一样大 随后 大酒杯拿出粉笔 在他身上写上编号582号 接着是583 584号 这编号意味着 大酒杯帮助的小酒杯数量 直到第585号出现 他对大酒杯的行为很是抵触 左顾右盼不肯上前接受恩赐 身后的小酒杯健壮 推了他两把 他才扭扭捏捏走上前 大酒杯看着眼前这个奇怪的585号 抚摸了一下他的脑袋 检查了一下身体 发现没有问题 于是开始倾倒红色液体 没想到585号左躲右闪 极不情愿配合 红色液体都洒落到了地上 见585号这么叛逆 大酒杯怒了 叫身后的小酒杯将585号牢牢控制住 585号动弹不得 只能被迫接受大酒杯的恩赐 不一会儿 他便被灌满了红色液体 然而他却没有像前面的酒杯一样变大 身后的小酒杯纷纷嘲笑他 585号怒了 身体一阵颤动 变得和大酒杯一样大 正当大酒杯拿出粉笔准备给他编号时 他并没有停止生长 猛的一下变得比大酒杯还要大 这一刻他成为了酒杯世界新的主宰 回头将刚刚嘲笑他的小酒杯脑袋捏包 一口吞进了肚里 嘎崩脆 随后又将大酒杯里的红色液体倒掉 将自己杯内的红色液体 灌进大酒杯 只见大酒杯一阵抽搐 变得和585号一样大 随后毕恭毕敬交出粉笔 585号在他身上标上一号 酒杯世界的新秩序开启了 大家从这个动画里看出了什么道理呢 评论区见